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署长王英伟出版了《从乐活到散》的新书 分享他如何在花东偏乡推广活药老化、尊严老化 在东台湾开创了第一间的安宁病房 并且带动团队为无数病人来圆梦 他在全国也推广提升国民健康势能 降低偏乡弱势的健康不平等 这些温馨感人的故事都在王英伟的新书当中 如何让高龄社会的花东乡亲可以活得好、老得慢、病得少 现任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署长王英伟他致力推广活药老化 他表示活药老化就是希望延长健康的余命 他也出了《从乐活到散终新书》来分享他数十年来的努力和经验 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我就请教上人 他希望我们做哪里服务 他就说他希望我们去偏乡 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那我们要去拿一个偏向呢 我都问了华联卫生局 他说你就可以去复理、卓西 我说很好啊 没有想到那个是最远的地方 那个时候我们就开着支付车 因为我记得我们想去偏向服务的时候 然后持继的职工就想说那我们赶快送一部车给你 那我那个开玩笑说他们送了一车忘了送司机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要自己开着车到每个地方 特别是到部落里面来去服务 那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开始 让我们了解到地方的需要 所以从那个时候从偏向的服务到持继医院里面 我们对原乡朋友的服务 实际上都是一体的 我里面提到一个很有趣的话 就是不择手段 实际上医师就说 实际上要不择手段也有好的也有坏的 我们是说好的 实际上我们一直强调以病人为中心 所以包括从偏向的服务 从老人 甚至说我们开了东部第一个的安宁病房 这安宁病房不是临终病房 它是安宁就是一个让民族比较舒服 我们做了很多的聚焦服务 这个都是我们过去来努力的方向 让我们花东的乡亲 他真的是可以享受他自己的一个 被尊重的一个服务 从《乐活到善中》这一书 分享了王英伟 他如何在花东偏乡推广活药老化 尊严老化 又如何在台湾东部开创第一间安宁病房 以及他如何引进最新疗法 带动团队为无数病人圆梦 让很多家属即使在病人离世之后 还满怀感恩的回到新联来担任志工 而王英伟又在全国推广提升 国民健康势能 以积极的民众教育要降低 偏向弱势族群的健康不平等 王英伟说 守护全民健康 从乐活到善中 是他行以来永远不变的处心 借吕慧欢师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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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